在今年一代本廿大棚手禮 在七十月驚山山在厚丹中 經過民眾網路票選以及市值賓選 中央在高興日立北紀念公分公佈在最名單 我們的農產品一定要做加持 因為一直說你降級的成本 我們會把產業鏈做起來 所以其實我們的二次加工到三次的服務業是很重要的 這個加工的部分還可以加入我們經營者的一些創意 所以我們看到雲林縣的這些農特產品 其實就蘊含了很多我們在地的精神 廣庫基礎這危機一百萬路票選中途票數 大概十二多萬張是去年兩倍 那是民眾很多的參議這個活動 那過去七年累積以來 我們總共有五百多個廠商的作品來參加 那其實雲林縣的品牌也透過我們的食品展 跟十大班手禮能夠推廣出來 那我們是希望說未來我們整個雲林縣的品牌 就能夠穩居全國的第一 然後行銷到全世界 那我們希望說在這樣子能夠整個產業的產業鏈 能夠帶動起來 包含我們生產加工到通路到行銷 都能夠有一條龍式的一個競爭力 班長在現場立委的二十位贏者 廣庫和安排電視提供試者 就出廣庫大家竟敢了解雲林出塞 有一個伴手禮 直近很多民眾來平衡 其中在來自倫貝做麵包 也只種伴手禮 跟蝦養客開催修文化 後來還可以變形形的伴手禮 我們利用炸彎客的那種吉祥 開口式 下下去做我們有地方特殊的包裝 這樣就可以結合地方農產品 結合地方客家文化 去做一個在地的伴手禮 然後我們這個開口式 它是蠻可愛的 我們吃完的時候 兒子千萬不要就這樣 我們有附贈一個DIY的這個 使他把它黏上來 就可以成為一個小小的冷栽 歡迎館政府 幾百十多伴手禮已經今年七年 給婚姻的產品 就由伴手禮並算打開人見道 今年參賽的產品 有很多感動人的故事 就當台消費者來感受平衡 記者的貨山上報道